战时公主号确诊人数持续攀升 日本定调隔离时间一路得到2月19号 让船上滞留国人增添染病的可能 统统都在问到底何时能回家 隔离到期19号预定是这个时间 但是呢可能如果有必要 还要在这个持续筛检的话呢 很可能时间会调整 相较于国内官员的态度积极 反观人在日本的驻日代表谢长廷 却只怕一件事责任跟我扯上关系吗 每次发生重大事故的时候 重大事情的时候 我都没有看到我们驻日代表 谢代表有做出什么样的具体拯救国人的行为 谢长廷就在脸书发布七点声明 先说是钻石公主号上还有很多国的人 还解释有人确诊不能入境 然后说因为隔离要14天到2月19号 还说有人被传染 台人希望能检疫后放行 已经帮忙转达日本了 不过阴性的话是否离传还在评估 但美方有派专机一切尊重日本等等 除了讲了一堆既成事实 美国派专机关台湾何干 难道台人要向美国求援 不管是没善意还是讲尊重 深陷疫区的台湾人就是回不了家 目前有确诊案例的一个扩大的情势 我们相信日本政府它已经有在这个因应在处理当中了 那我们驻日本代表处 还有我们驻恒滨的办事处也持续的跟日方来做沟通 对于撤侨行动是否有具体措施 外交部口径一致尊重日本 相对于美国提出专机撤侨 即便遭到拒绝 台湾到底尝试了何者努力 可不是单发一篇脸书 就能轻易救回受困国民 记者陈建然张雨萱 台北报道